腿为肝自尽 腿脚出现这几种表现 可能是你的肝撑不住了 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腿为肝自尽 为什么这么说呢 肝主经我们的腿脚不灵活 行动支撑没有力量 都依赖于肝的滋养 我们总说肝是个哑巴肝 其实肝有些问题 早期在腿脚上就有征兆了 但出现这几个症状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的肝撑不住了 第一个就是脚掌发白 正常情况下脚掌的颜色应该是红润的 我们中医讲肝阻肠血 能调节全身的血量 我们的脚在人体的末端 如果是肝血 必须我们的脚掌不能受到血液的滋养 就会出现发白的情况 像这样就要注意补一补肝血 第二经常出现腿脚抽筋 我们刚刚说了肝阻筋 我们的筋脉要保持弹性柔软 需要靠肝血的滋养 像有的中老年人晚上睡着 腿就抽筋疼得不得了 这多是肝血亏虚 像这种情况就要羊血揉肝 第三个是经常出现腿脚麻木的现象 腿脚处于我们人体的末端 当肝血不足的时候 先会紧着躯体的肋脏来供血 腿脚得不到滋养 就会出现麻木的现象 第四是早上的纹路增多 肝上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代谢习惯 也就是说它是解毒的习惯 那么肝的淡系功能出现异常以后 人的垃圾就会增多 最后沉寂在脚底形成纹路 最后是出现脚长发黄的情况 这种情况往往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肝胆的疏血失常 胆滋 泛液于皮肤 导致皮肤出现不正常的黄 有的人是鲜明的黄 如橘皮一样 有的人是比较暗的黄 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要及时就医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你的肝还好吧 快来对照一下吧